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二天《财字talk》 今天邀请来汇丰的Patrick 聊天 Patrick 你好 上次见你 都几个月之前 当时我们都曾经说过 不同的资产的调配如何 你当时都说 其实股市今年的表现依然是 的momentum 会不错 但经历了第一季 不停冲冲冲 即是好像那种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之后 就出现了环球股市有些分化的情况 你知道 投资真的很害怕 要不要将一些升得过多的 其实基金已经大头部署在做一些事情 如何看整体股市气氛 我们现在仍然是看好股市气氛的 美股方面当然是AI带动 市场也做得好一些 大家预期美联储都会减息 我们预期九月会开始减息 所以美国的动力仍然存在 你说亚洲股市方面 我们看到一些区内股市 中国股市 香港股市也做得好一些 因为政策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到印度股市也开始做得好一些 因为选举之后 大家觉得选举之后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 另外和科技有关系的 今天南韩和台湾股市也做得好 大家不用太害怕的 那种力量也仍然在 只不过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域那里游走 稍后会再问一下 你未来觉得分配是怎样的 刚才你提到的一件事 很重要的 大家都精神上了很多 因为中港股市 经历了过去一年 很多基金经理都说 不要说了 但是你之前那个月 其实你看到那条纸色线 就看到中国为首MSCI指数 带头领先环球主要指数 如果我们计算MSCI中国 其实是低位反弹 一度是33%又会多 最近回了一些 怎样看 是不是真的一个政策驱动的资金示威主 是的 我们觉得政策方面 一定有帮助的 原因是 我们看到国内有条 或者有新的五条出来 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充业的地位 再加上之后也有 支持内地房地产的措施 这个是一连串的政策 令到大家觉得 会不会我们今次的经济又有机会反弹 然后那个盈利增长会好很多 尤其是在内房来说 大家都觉得 过去年内房对 无论经济和股市影响比较大一点 畢竟内房里面 不单止建筑这些这样的行业 还有内房有关的行业 整条链都会受到影响 整条链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在内地经济来说 我们估计过是内房占整体经济 大概是两成到两成半左右 所以这个也影响比较大 现在有新的措施出来 减暗期利率 限购方面放宽很多了 再者在供应方面都有收处的行动 大家觉得 是不是有机会出现一个转机呢 这个令到大家对股市和经济预期都改变了 其实之前有很多跟基因经的谈计 他们就说一天搞不定内房 其实他们都不是很放胆要入市 现在我们看到一连续的组合权出来了 而我看到最近 譬如无论是内地的一些研究机构 又或者其实中止远最新公布了 内地百成的楼价都是跌 不过跌幅就收窄了 还有整体内房的销售 其实按月有改善了一些不得 不过也是未曾走出谷底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究竟在投资者听完这些组合权之后 其实他们是不是要再等多些证据 才觉得稳定了 是的 大家都留意到 其实动工方面 其实过去几年减少了 新屋动工方面 当然销售都减慢了 但是新屋动工似乎跌得更加快 这个对内地的楼市来说 减库存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但是大家都估计 内地楼市的库存也不少 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快地去库存 这个也是大家在看的 还有毕竟减息就是减低了 你买楼的负担 你限购放宽 就令到别人买楼容易一些 最后来都是要有买楼的意欲才行的 买楼的意欲当然取决于大家 对未来经济的前景 未来的收入 以及未来利息走势 当然楼市的供求 大家都会看的 大家都在看这些因素 未来如何发展 楼市何时真的健体会回升 是量回升 跟着价格非常落后 还是价格都会跟着回升 大家都在看这方面的发展 所以现在暂时来说 大家都在看数据 是吧 观望多一段日子 因为我看到大家常常很执着于 究竟外资究竟是不是真的 这次真的来建仓 我得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 回来 都是说他们的减持比例是少了 比如这个是我弄的 左边的图 其实某大行根据Factset 和Morningstar的数字得出 访问了一些网络基金 其实他们去到3月底 甚至4月初 他们之前减持中国基金的数量 其实是有所放慢 但是你说他们很放胆的加仓 比例还没有太多 而且资金流向方面 看到整体欧洲和美国的资金 看到蓝色巴就是美国 黄色就是欧洲 其实整体来建议2023年 其实一直都是outflow为主 其实他们现在看着什么呢 你接触得比较多 是的 我想是 刚才我们说的问题 他们都有去关注到的 经济是会长期来讲 增长速度会加快 还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周期性的反弹 还是就算是有政策出来 经济的股市反弹力度不大 是的 这些大家正在研究中 当然在资金流方面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 显示到真的有一些外资 是回来港股这里的 尤其是我们来看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港股通方面 由北方流下来香港的资金 即所谓的北水 真的会增加了 北水下下 每个星期我们看到是有流入 而流入幅度都不小 所以整体来讲 我估计其中一个最主要因素 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政策 就是要支持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所以港股就由一月的低位 反弹得比较快一点 3000点 如果你说国际流向方面 其实大家除了看 中港股市的前景之外 当然也比较来讲 要看欧洲、美国这些 甚至日本这些股市的前景 大家会比较哪个前景好一点 哪个风险低一点 他们就会流向那边资金 所以资金方面有些竞争的意味 所以暂时我们看到 流入港股的资金 从欧美来讲 从美国来讲也不是太多 但是以下之意会不会是呢 其实我们未来就不要再整天 很关注着究竟 譬如欧美资金的主导权 是不是对于我们的中港股市的命运 是成主导的 即我们同时间其实是更多的眼镜 或者时间要去看看 究竟南向交易来掃货 因为见他们的占港股成交比例多 所以其实那个竞争不是欧美 可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们很多因素都要看的 当然有欧美资金流入 总比没有欧美资金流入 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其他因素 包括来自来地的资金 会影响到香港的股市 所以我们也看到 欧美资金他们要分析的未来趋势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措施 无论内地房地产的措施 或者对港股支持的措施 是落实了多少和有多少作用 和盈利增长是怎样的 这些我们反而觉得比较重要 在他们眼中 其实现在觉得 究竟盈利增长动力 是否能够正确定 是否最大的原因 我们看到譬如中国 最近一些经济数据 都是比较参差 譬如之前公布的三头马车 看到零售销售是相对很弱的 但是可能在工业生产方面 又撑回住 如果我们看货币供应 或者货币的贷款数字 都是令市场失望的 大家就不停很渴求 很想多些的措施呢 会不会在未来7月 那个大会之后正式公布 你觉得他们 是不是都在等待这个时机之后 再到配置呢 是的 我想大家都预期 措施方面的东西 要落实多些 因为在我们刚才说的房地产 一系列的措施之后 大家都观望数据 而大家最初的分析 都是说第一轮的措施 可能是有帮助 对信心会加强了 但是真的要令楼市 见底回升 可能都未足够 可能大家都预期有多些措施 尤其是说7月3中之前 希望多些做消息 这些都是市场的预期 当然另一件事是看盈利增长 刚才你说的一系列的宏观数据 最终大家都想看看 究竟盈利增长会不会提速 我们刚刚看到第一季公布业绩的公司来说 内地来说 真的会比较好些 已经比较好些了 也有些分析员 调高了盈利的预期 整体来说 大家对今年的盈利预测 提高了一点 这个初步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然大家就会继续看下 其他政策落实的情况 经济的情况 看看盈利会不会真的 可以继续被调升 可能是之前以MSCI中国为例 他们的估值是低到一个 大家觉得在政策驱动下 会过来这一边 纯粹是一个估值修复的故事先 即现在的升市的stage 下一个stage就要看看 是否真的交到数据给我们 即他们才会在入市 是的 没错 绝对是这样的 因为筹资股市来说 回报做了重要 回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从盈利增长 当然股息来说都重要的 我们看到很多内地公司 他们无论是第四季 或者今年第一季的业绩里面 他们都有说增加牌息 而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未来 内地公司的走势 我们看到数据 其实他们用股息去计算收益率 其实是过去那几年一直在增加 我们觉得有些公司还可以做回购 这个也可以提高股东回报率 这个相对来说 对股值都有帮助 这也是中间国策的主线 就是那些公司 其实都要乖乖地 再创造中特股的概念 所以前段时间 走完一阵很急 可能一些科网相关的龙头股 之后 就买回一些有息收的 有现金流稳的股份 即是在sector rotation方面 其实我们来的都是要注意 会不会那个重点 其实都可能去了你港那边 我们要找一些 即是比较 股息率比较高 他们肯派计 亦都肯回购股份的公司走投 是的 这个是国策来的 因为一些公司 尤其是国企 他们拥有很多资源 那我们要善用这些资源的话 那是要鼓励他们 做一些赚钱的投资 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 现金很多的话 亦都可以派出来 回馈股东 即是将资金 去给他另一些地方 做一个更有生产力的一个用途 那这个是绝对帮手的 所以在现在国企股来说 如果他真的有个资源 去派多一息 去做多一些回购的 尤其是他如果也同时有A股的话 那H股比A股便宜的情况下 这些股票会受到追捧 是的 也有一些炒中间的差价概念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机会 不过说到最后 Patrick 刚才也提过一件事 就是之前我们的星市 某程度上 都可能是一些大人的基金 在区内做一些调配 那按一个估值来计 我不知道呢 和其他地方相比 其实中港股市 现在是便宜不便宜 这一件事是去到一个什么水平 虽然我们中港股市 今年以来都反弹了不少 但是其实相对来说 它是便宜的 第一就是相对我们中港股市 过去五年的市盈率的平均数来说 我们还是便宜的 另一方面呢 比对于区内其他股市 我们的PE也是便宜的 所以这个指标来看 其实我们中港股市 那个股值仍然偏低的情况下 大家如果看到有一些政策 真的可以帮到盈利增长的话 那么股值可能进一步调升 有没有信心 例如什么sector 因为我看到 譬如如果我们说 无论MSI是中国 中港股市 譬如护心382 只是恒生指数 那样 那个盈利预测 由年头一路是这样倒下来的 但是如果我分回sector 科网相关 就是TMT sector 他们那个盈利预测 是有向上调的 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去选择 其实我们从公司基本增数角度去选择的时候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高增值的制造业 又或者科网业的盈利预测 那些人都真的在调升着 所以那方面 是对这些部门来说有利 就是这几个板块里面 我们可以找一些 就是真的有实力的公司 盈利增长真的快的公司 还有如果他们资源比较多 就是他们的现金流比较强 或者他们现金的储备比较多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增加派息 这个也是另一个投资主题 好的 我们经历了一个反弹之后 最近就有点回气迹象 儘管看看下一步 其实有没有其他的基本因素 可以支撑一些 我们就知道可以进来 而也同时间要和其他区内的市场去竞争 像你所说 譬如之前我们看到日股升得比较多 可能贴近差不多两成的升幅的时候 你见到有些钱调过来 我们这边有股仔 玩一下我们这边 过去一个月 其实我见到区内市的资金流 就开始有些比较分化的现象 我听到很多人就说 沽一些印度出来 有些基因走 台湾曾经回过一下 韩国那个叫做 韩国的股值收服的股仔 玩了一阵很快就走回 然后过来中港市 但是刚刚过了一个星期 又不是 似乎区内股市又翻三翻 其他大家一起走上来 会不会对于我们中港地方 会是一个输舌的地方 是的 大家都看相对哪个股市吸引一些 之前其实美元比较强 大家觉得美息减下来的机会 比较低一些 或者速度比较慢一些的时候 一般来说 发展中市场会受影响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看看 区内股市有哪个 可能资金可以调配一下 做一些运动 但是近期我们见到美元又弱回来了 大家的预期会减息 美国来说 核心PCE都低位 是的 核心PCE的通胀数据 亦都比预期低一点 所以这些都可以令到一般投资者 追捧一些发展中市场 而区内来说 我们就看好南韩 和看好印度 印度就是刚刚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觉得执政党继续执政的机会 比较大一些 和他们的议席会多了 令到大家觉得 那个政策方面 会比较连贯一些 和那个不稳定的因素少一些 所以今天就见到印度股又追捧了 之前的印度Sansak指数 是一破到 历史上破到第一次 七万六千点 我记得 接着大家就觉得 哇 差不多了 快走 急沽回来 但是今天一传出你说的 那样事情 可能是执政 可以继续加大投资 或者基建计划 或者支持资本市场之后 哇 冲回到历史高位 那这个你们是继续长期 都是比较bullish 的市场 这一大可能短期性 会不会比较波动呢 在新兴的经济体 通常都会比较敏感 我们看一般发展中市场 来说 其实在美元回约之后 大家预期美国 会有机会减息之后 我们觉得 发展中市场 会比较稳定些 而其中我们看的 就是印度 刚才我们讲过 南韩 我们觉得 在企业管制改革方面 是继续有进展的 虽然在选举之后 执政党 总统方面 那个党的议席是少了 所以大家觉得 可能企业改革的推动 会慢了 但我们觉得 这个改革 其实对一般市民来说 是有利的 两党都会支持这个 我们觉得 长远来说 这个企业管制改善 这个计划 会继续利好韩国股市 你看到 其实韩国股市 以盈利率来说 是低一点的 所以也反映在他们的市场上 所以将来 如果他们可以像日本那样 或者甚至乎好像 以前台湾那样 增加股本回报率的话 我们觉得 有机会将这个企业提高 相对来说 从这个低水平 去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你觉得日本 其实很多人都关注的 因为 始终都真的升得多 而且你见到日日圆 都是比较难走强 就算大家也觉得 他可能都还有一些加息机会 但你见到 譬如日本 这个给我们参考 见到它的ROE 其实都叫做偏高 而且它的企业又好像有些中间位 又不算太贵 似乎都有这样的基调 可以让外资 继续坐多一会儿 是的 我们觉得 日本的管治 它开始见到成果了 以及一些行业来说 尤其是跟AI的关系 和科技的关系 都做得比较好些 日圆方面 日圆方面 我们觉得 日圆虽然相对来说 比较弱些 但是这个 其实对股市来说 利好 因为可以帮助到 出口的动力 而另一方面 大家都很关注 就是通胀的数据 和一般工人收入的增长率 这个家人工 相对以前来说 都是比较正面一些 我们预期应该可以 在未来几年 人工的增长 都可以超过通胀 令到购物力增加 应该对整体日本的经济 和股市都有利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 日本、南韩 都是一个增持 在印度 在印度 台湾就相对 台湾是中性的 因为股值开始比较贵 和台湾科技股的股票 大家都很熟能 反而 南韩来说 因为可能 它和记忆体的比较大 而记忆体就是去年 才开始建底 今年的迎来 才明显回升 所以这个动力 是比较不同的 好啊 这一排区内市场 都比较多的消息 特别如果喜欢日本市场 大家关注着 今个星期岸田文雄 会公布 未来六年的一个 经济改革计划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好消息 又带动一下市场 今天谢谢Patrick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看法 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 拜拜